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Easy Mandarin 我现在在佛山的一家电影院里面 现在蝙蝠侠跟神奇动物山都相继在中国上映了 所以我们今天会问一下路人他们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 包括推荐什么电影给我们 Let's go 你上一部电影是看什么呢 上一部电影的话就是《钢铁侠3》 《卧虎藏龙》 是在家里面看的吗 对 你喜欢这个电影吗 比较喜欢 我觉得它能体现中国的那种传统文化 《互联4》 你比较喜欢《互联4》的什么呢 里面的那些人物吧 那些英雄 你有比较喜欢哪一个英雄吗 我比较喜欢那个《非红女巫》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它很漂亮 之前看那个蝙蝠侠 就是好像上个月上的吧 对 那你觉得蝙蝠侠怎么样 大体感官怎么样 还行吧 但是你知道DC就是暗黑 就也是那种很暗的那种感觉 黑客帝国 你为什么会看呢 因为班主任觉得这部片很好 然后就在上课的时候不给我们看 你有被它里面有什么吸引到你吗 我觉得它很有内涵 就是浅看其实一开始我看不懂 后面发现其实就是 因为它是比较早的部片 然后可能就是 后面讲到后面就觉得它 知道它是在讲什么 就感觉在说 就大数据时代的那种 因为里面每个人 就那个世界 虚假的世界 就是都是数据 生之行 主要讲什么呢 主要讲的是一个 就是一个失去听力的一个女主 然后从小就受人欺凌 然后到以后呢 就是他那个欺负他那个男主呢 就去学就熟语课 然后去弥补他以前的过错 然后就发展了一系列的 丁爱情节吧 我上一次上一次看的是那个 漫威的那个蜘蛛侠的那个英雄乌龟 所以你喜欢的类型都是这种 就是漫威那种科幻的 然后就是有那种特效感比较强的电影 对对对 那你比较喜欢漫威的哪一个英雄呢 美国队长吧 因为觉得他就是看美国队长第一步 就觉得他好像很瘦小 然后然后打了血琴 然后变得很强壮 然后就很酷很man 对对对 然后他也很有争议感 今天的话题是你所喜欢的吗 另外你有什么有趣的话题 想要我们去问中国入人呢 欢迎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另外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话题的话 记得给我们点赞收藏及关注哦 那有什么外语篇会推荐一下吗 你先说吧 黑客帝国 为什么不是鬼灭之人 鬼灭之人也可以 可是他不是鬼灭之人 也好 鬼灭之人主要是讲什么的 就是中二 就是很律师热血 对杀鬼的讲杀鬼的 最近刚好是一部 我特别喜欢电影的 50周年接见日 交付 交付这一部电影 无论是从商业上 还是从口碑上 都是特别成功的一部电影 对对 而且为什么男人圣经 必须看一下 我的话就可能就是Harry Potter 因为真的比较经典 然后我会反复看吧 这是一个成长历程这样 然后就是那个世界还是很多人喜欢 很多人想去的嘛 就相信有这个世界这样 沙丘 我觉得因为我比较喜欢男主角田长 所以就会看到这个电影 可以大概给我们讲一下沙丘 他讲什么 因为有很多人可能会看不太懂 包括我也看不太懂 其实我也没有看到 但是我觉得他的那些镜头 还有里面的一些画面的设计 都非常的精美 就速度也激情吧 对 看头应该是记忆中比较深一些 肯定是经典为主了 就是小李子的盗梦空间 对 我觉得比较酷 最近就很喜欢看这类型的电影 挺好的 我觉得那个绿皮书吧 我觉得挺好看的 好像是讲一个白人和一个黑人的故事 你觉得推荐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觉得他的画风很好 而且我觉得他很有教育意义吧 要是我推荐 我可能会推荐那种比较悬疑或者恐怖那种 因为我也比较喜欢看那种 对 就是看那个新春 那个蜘蛛侠 那个演员演的那个神秘海域 那个是挺好看的 外国电影的话 前一段时间看的那个赎罪 我觉得比较好 你为什么喜欢这个电影呢 当时看它是因为在抖音上 一直给我推送的那个片段 就是那个女主穿了一条 非常漂亮的绿色裙子 然后我当时就是因为那个片段 去看了一整个电影 行走距离 是一部墨西哥电影来的 对它里面的话呢 可能大家不太喜欢看就会觉得它有点漫长 但是后面你看下去的话呢 你会发现它还是很有生意的 就是讲一个很胖很胖的一个胖子 然后他就是行走很不方便 他的生活起居呢 都是靠他的家人去帮他洗澡啊 或者是带他出去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很少会出门 然后他就很喜欢拍照 他有一天就收到了一个礼物 就是一个相机 然后他就想把那个相机的胶卷去冲洗出来 然后他自己拖着一个很不方便的身体 就跑了很远的路去把自己的这个胶卷晒出来 然后后来呢也认识到了一些朋友 然后他的朋友就带他去旅行 然后那一幕其实是很温馨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 无聊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有没有给我们推荐一下中国的电影呢 中国的电影 我最近看了一个就是关于中国宗教的一个电影 叫做《纲人波记》还是不错的 它主要是了解中国西藏人民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故事 我觉得还是很不错很震撼的 中国的那个哪吒 那个什么我命有我不由天的那个 那个很好看 中国开创科幻这一系列的话 像什么《流量地球》也是可以 可以稍微的关注一下 最近很喜欢看《悬疑类》呀 就特别想回去看一下 就是老片吧 刺杀小说家还有《闲人X》的现身 最近都在看这个 是吧 你也是吗 我想看《闲人X》的现身 他们是外国片吗 日本人写的 但是是拍怪 就是中国的 就是《东野龟吾》的书 《东野龟吾》的书 然后中国翻拍的 今天大家给我们推荐了很多外文影片 以及中文影片 你有看过什么中文影片吗 欢迎到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我们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